今天我們要進行一間 我約了一手炸雞店的評分 這個這麼快 這個是網美的顏色 這個木頭我覺得也還不錯 一定100度的熱格 廠商就有承諾 不然... 沒料了 不餓了 但肯德基應該最難吃的 就是從我們最沒有信心的開始 我自己覺得肯德基最沒信心 其實肯德基... 什麼呢? 滿好吃的 不難吃的是我才餓了 我滿懷疑的 所以說... 第一個先走 第一個有加分 我覺得它筆很轉耶 因為它就是那個... Original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沒有規定 它不是腳脆 它真的是腳調調味 我們昨天會想說就是 如果萬一吃有剩下的話 可以做就之前 在網路上面有什麼... 把炸雞做成什麼電鍋包飯 那個皮皮是... Uncle Tony抱著他很爽 他都被柴長 這皮真的很好吃耶 可以來吃 它不是很脆 但就很有味道 它有牛油 剛剛是紐約連鎖 真的喔 對 它是紐約連鎖 比較...黑連鎖的一般 那種... 所以我很喜歡吃 它長得很不齊眼 長得像炸後面一樣 我剛才拍拼到手都要放紅包的 王美...王美燒 炸雞 跟他比較一下 對... 我的手是超油亮的 看起來就是... 顏色滿深的 感覺是不是炸的那個... 時間比較久嗎 或是油很久沒換 或是有回炸 因為...回鍋油才好吃 這是清朝的油 呵呵呵呵呵 小飯有國氣 那炸雞就是沒有換油 叫什麼 油氣 呵呵呵呵 白年滷汁 白年滷汁 好帥喔 它肉好微什麼... 比較醃... 沒有醃它的肉 覺得它很有鹹酥雞胎的味道耶 有一點 你有覺得它會有鹹酥雞胎 而且它有就像說 裡面肉脊 所以沒有什麼味道 可是外面比較的鹹 配它其實還不錯耶 它味道偏淡的 其實是鹹的啊 其實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還不錯耶 有沒有覺得今天 Danny好像特別... 就是認真嗎 呵呵呵 它平常好像沒那麼認真 你說... 你說對於炸雞很認真 那你真的拿人在善 真的... 真的兩位對於炸雞 非常認真 兩位炸雞專家 我只覺得Popeyes 就是... 應該算比較金... 在美國比較金點的味道 Popeyes Popeyes的那個皮 比較金黃耶 它已經有點冷了 它好吃的地方還是吃得出來 對... 可是你要讓我們想像空間 就離補一下 嗯... 感覺奶油會吃過 有點奶味 就是Popeyes才沒有出現 之前... 以前是最強的 可是我覺得Popeyes出來好像... 大家比較喜歡它 而且他們的 Chicken sandwich也是最好吃的 哦...我也覺得... 你這樣覺得嗎 因為它以前有人排隊 還...就是開槍 對啊... 厲害... 為人要排隊搶它的Chicken Sandwich 就是Popeyes 我們昨天買了那個 Joliebee的Chicken Sandwich 怎麼樣呢 就昨天那個嗎 我覺得還好耶 沒有... 它跟Popeyes的極差太多了 來自台灣的競爭者 對... 其實現在比較大 所以它可能稍微貴一點 但是也貴太多了 對啊...滿貴的 我覺得連娃娃算就很貴 它的價錢是... 買一塊四塊 你現在... 它是別家的兩倍耶 大腿要六塊 啊六塊喔 這一塊要六塊 嗯... 三點啦 但它有看... 180塊台幣 但要說它好吃 才能說... 這是180塊幣 價錢我就看對不對 這是這個338塊 其實滿好吃的耶 TKS現在就好吃耶 我覺得... 它真的... 它真的好吃 好好吃 你一吃就知道... 很好吃 它算是竹節版的... 真的很好吃 真的好吃 滿意外的 哦哇 好吃嗎 它就是... 它一直就... 跟其他家一同時吃 就馬上發覺... 那個高下 嗯... 味道 可是頂瓜瓜是唯一台灣本地的炸雞連鎖店 是嗎 對... 欸... 現在有一個胖老爹 哦...對...胖老爹 它胖老爹是很之後的 它比較新的吧 嗯... 頂瓜瓜是不是... 從很久以前... 台灣有一個拿玻璃 哈哈哈哈... 沒有吃披薩了嗎 對披薩當初的炸雞連鎖店 JoeyBee是... 是最特別的 它有一個... 它大機會負載... 它的那個... 肉脂...肉脂... 辣跟不辣的看得出 一個是深色... 一個是淺色... 哇...很快耶 會不會太多... 不會不會... 因為它那個... 它因為它很脆 所以我覺得它就算沾這個醬也... 還OK 目前我最不爽家VB 你不喜歡嗎 什麼原因讓它... 因為我吃飽了 沒有啦...沒有啦... 那真的還太不公平了 第一我覺得... 它有點太脆了 可是我還沒有加... 肉醬吃吃看 然後它比較... 我覺得它... 我覺得它的肉很... 那個味道... JoeyBee還不錯 嗯... 我加了VB最后的VB很明顯對不對 真的假的... 嗯... 它對我來說還不錯耶 所以我們結論是台灣 比JoeyBee強的VB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兩個滿愛JoeyBee的 我以前很喜歡Puffer 但我覺得今天比較肉球 他們好像... 好有一點後面 哦...對 所以Puffer是最方便的 它的味道就是比較... 跟其他比起來比較平淡 它沒有那麼多Spice 對... 它是用奶油的香味 第一名是5分 還是第一名就是1 第一名是5分 第一名5分 第二名是4分 我跟Danny感覺有模樣 我是... 底光好像要給他第一名 可是我又覺得給他第一名 我心裡很不爽 它的味道很特別耶 所以... Do I really love this fried chicken? 因為它吃的有點像是... 雞排 炸雞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風味 嗯... 它...它加的那個風味就是... 就是它要更開放的 對對對 這個三合一酷冰杯 你知道有哪三個功能嗎? 哦... 就是你把這個蓋子蓋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普通的水壺 然後你... 它還可以用來放飲料 然後還可以... 保溫 這是我... 我冰在冰箱冷凍過後的那個... 呃... 這個我忘記叫什麼了 你要把上面的瓶打開就關掉 不用 它就是要把它塞進去卡住 它平常是讓你這樣子喝 我們來試試看這樣子 可不可以像他說的 4個小時都還是冰的 4個小時... 會不會我的手機先美墊 有可能 是TJK JOLIBE KFC KFC PA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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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我... 我原本對它印象是不錯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吃就覺得... KFC 反而KFC變高了 我覺得很奇怪 我以前是比較不喜歡KFC 太久沒有吃KFC了 你第一名是什麼 TKK KFC KFC是第二名 哦...PAPB 再來是PAPB PAPB是給三分 JOLIBEEN 然後... JOLIBEEN是... KONG是最後一個 對 TKK也是第一名 哦... 是不是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JOLIBEEN 哦... 真的... 這個菜應該有放五香粉 哦... 第二名PAPB 第三名 KONG KONG第三名 第四名是KFC 第四名KFC 第二名是JOLIBEEN JOLIBEEN 第二名是JOLIBEEN 可是就是跟討論 我心裡還是有點困難 所以想要是第一口 我覺得沒錯 很stand out 也好車機也很軟 肉汁也多 可是... in the future 如果我要再挑戰 就買嗎 我可以買嗎 因為太貴了 太貴了 你不要想那麼常 你就是覺得... 今天一吃 覺得是不是最喜歡他就好了 第一口是 第一口是 那第二名你會給誰 第二名我是給KFC 哦... 嗯... 因為它的香料真的很香 我一確定有點太鹹 一點點太鹹 KFC真的有點出乎我意料 今天對我來說也是蠻特別的 第三名我給POPPEYES 哦... 因為它還是中規中規 它的BUTTER還是很香 所以它沒有別的那麼多香料 呃...第四名我是給那個... CROWN 第四名 對...CROWN 因為它也是... 有spice 然後也是有脆 可是沒有太脆 然後也就肉汁 最後一名... JOLIBEEN JOLIBEEN 我覺得裡面沒有什麼可取 然後外面... GRAVY也不行 太脆 對...然後加了GRAVY 欸...會不會加分 啊...沒有 你還沒吃焦肉汁 我還第一次加VP 對... 好啦... 我已經統計完... 他們四個... 欸...你...你還沒吃 等一下...怎麼都沒了 不是啊... 哈哈哈...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是CROWN 大家好像都放在很後面耶 但我覺得它滿好吃的啊 沒有...CROWN CROWN後地也是給第三名 我覺得很...真的很有鹹酥雞的感覺 有... 我覺得除了鹹酥雞的味道以外 其實它沒有什麼可取 我覺得是家鄉的那個想念的感覺 然後... 那我就覺得它的肉汁裡面是最juicy的 加香加成 第三名是...我給JOLIBEEN 第三名... 我覺得我可能有一點就是... 真的很愛JOLIBEEN 然後再加上我們家有超多JOLIBEEN的東西 哈哈... JOLIBEEN的粥冰有加分 我還是覺得它滿好 但是它的皮很脆啊 然後裡面也滿多肉汁 它皮是最脆的 嗯... 然後... 我個人覺得它的那個JOLIBEEN 又有另外一個... 對... 有兩種吃法 對... 對我來說我也是... 我喜歡它有這種... 兩吃... 對...一曲兩吃的感覺 然後... 我的第四名是POP PIE 最後名是肯德基 今天跟大家只要走蜜蜜路線 好...我還是給肯德基好了 喔... 你是唯一給肯德基第一名的人 真的... 我們... 然後第二名是... 好... 頂瓜瓜好了 三是JOLIBEEN 四是... Hopper Crum雖然我覺得還不錯 但... 這次就先拿最後一隻 你... 你家裡面那麼多JOLIBE的公仔 在每個JOLIBEEN第一名 對... 因為我覺得... 如果可能只有公仔 那我也會收集 哈哈... 家裡放很多老爺爺 那我們第一名會給誰 我第一名給Crum 喔~~~~ 美少爺 就是... 我 morale摺到... 雞血 喔... 要熟一點 骨头里面有那个血味我就不喜欢 血的探测器 Tony 第二名是那个金瓜瓜 第三名Jolby 第四个 Pubai KFC实在很新 那算你加了这么多Spice 还是没有盖过那个血味 对 但是现在对来到吃到骨头 所以我觉得那个Jolby的地方好新 所以有没有新味就是看Tony的分数就知道了 我觉得KFC我给第一名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太新了 你KFC给第一名 对 然后再来应该就是 金瓜瓜吧 然后再来是Pubai Pubai第三 然后再是Jolby Jolby Pubai最后 然后叫KOTI算数学 我们就是 KOTI KOTI也计算 你是超美 是很丑 但是还是可以算 我真的是要吃 时间到了 不知道有没有冰 这看起来是 冰的诶 这个也是冰的吗 对啊 哦真的诶 比我想象中还有冰 那这个应该更厉害吧 应该超级冰 就刚从冰箱拿到的感觉 好你喝吧 你算好了是不是 好 那给爸爸给介绍一下 要看完了 第一种啊 全队 对 最中间的是 Pubai 它是最中间的 中间值 它是最中间 这蛮合理的 第四名 它是狗吧 跟第五名并列 哦 你看看 就是Jolby跟Kron 哦 Jolby跟Kron 我刚刚忘记讲分数了 Pubai是20分 Jolby跟Kron都只有19分 KFC是第二名 然后第一名就是TKK 很高分耶 哇 37分 台湾巨光 TKK只有 就是 5个人给第一名 3个人给第二名 他们就是很少 Promotion 然后他们也 店就两家了 他应该要多介绍一下 他就算在狗湾的口味里面 不是第一 但可能在Motion的口味中 没有前几名 因为他真的很不错 但我们今天排名 没有算入价钱 就叫价钱可能 TKK是最后一名的 Pubai应该很便宜 Pubai跟KFC差不多 我这样买起来都大概 20块钱 Jolby 23 TKK要40多块 两倍价钱 Kron的价钱 Kron就算是一片 他就算 要准备一片两块五 那也还差不多 也还好 我觉得算没 不过那个 今天就是我跟Danny 妈妈通电话 他就说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学生 是北日冰人 然后他就跟那个学生 讲说他吃过Jolby 然后那个学生就说 他觉得非常的骄傲 他觉得 那个Jolby是北日冰的国宝 他的确在很多地方都有开 嗯 杜拜 然后伦敦 哪里等都有 其实台湾的新生味群 应该都还比美国好吃 我觉得太好吃了 为台湾一定要吃 上次其实那个谁 Evan有去台湾 我有拿胖老爹给他吃 他也是觉得 比较好吃 所以并不是有台湾的口味 才觉得好吃 我觉得老外也是会喜欢 所以TKK真的应该好好宣传一下 他其实是蛮有实力的 他应该也要开个 Timesquare期间店 可能还是要 然后请那个黄色的人来 就还在招季 请Tony 涂黄 涂黄色 他们要吃饭 对 他们要吃饭 你看他们的食物 跟我们比我们多健康 你有吃吗 所以这个Groobase安和一酷冰杯 就是杯体之外 你会有一些这些配件 上面这个拆掉 换成杯盖 它就可以变成一般的保温杯 而且这盖子还是用再生材料制作 它的设计细节上 有很多巧思 比如说这边 这盖子打开 扣上去 它后面有一个磁铁 所以它就是磁吸住 所以你在喝的时候 它就不会掉下来 摸起来的触感也蛮好的 我自己最喜欢木头 核桃木 木纹的这个 厂商也是相当的嚣张 要有测试防肉的部分 强调它可以保温嘛 所以我就是 用这个就是 接近100度的热水 这个钢烧好 所以应该还有90几度 你看 还在冒烟 热的撒出来 其实很危险 很麻烦 所以就是 防肉的功能蛮重要的 那我现在就是要把它倒过来 那厂商 就是有承诺 没有 他没有承诺 但如果不小心 发生什么事的话 他应该要赔我医药费吧 远一点好了 呵呵 一二三 好 所以它防肉的效果 应该是蛮好的 那另外一个很嚣张的部分 就是说 这个杯子呢 在 它们就是 目前折折木支的团购价 竟然比我在美国买便宜超多的 我就是买起来 29.99 然后再加水 所以大概就是1000块台币 那我发觉 折折木支竟然卖的 比这个还便宜 就是很可恶啊 竟然卖的比美国原厂还便宜 大家如果就是对这个三合一酷病杯 有兴趣的人 就是可以去折折木支 支持一下他们的活动 那一定要透过 男生宿舍专属的连结 透我的连结 不会有什么专属优惠 但是 我会有优惠 呵呵呵 除了我们买这四个颜色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它总共有九种颜色 那你们都可以上去挑选 九种颜色 我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请大家 有出去的朋友 可以多多参考一下 谢谢